这是第一代加勒比小姐的海报 柳妖马甲线大秀好身材 可以说这张海报绝对是女英雄半身皮肤中的天花板 这是第二代加勒比小姐的海报 站姿便坐姿 看起来更像大姐头了 这是三代加勒比小姐的海报 策划当心鱼姬在海盗船上着凉 特意给她增加一点不量 这是一代加勒比小姐的局内模型 一开始她还是穿着粉色的大衣 或许是当时策划的女友不喜欢粉色 于是策划就把大衣改成了红色 呆说不说打红色的鱼姬看起来确实更加霸气一点 这款皮肤不仅造型和圆皮有天壤之别 特效也换成了粉色 这就让这款皮肤的性价比提升了一个档次 最关键的是当时的鱼姬真的很强 减速90%跟定身没什么区别 这是二代加勒比小姐的局内模型 和一代相比 变化还是挺大的 首先是帽子换成了海盗船长的样子 头发也换成了黄色 大衣虽然比一代短 但扣上了皮带就没一代那么凉爽 手里的武器也比一代小了一些 二代加勒比小姐只是优化了一下造型 游戏中的特效并没做什么优化 还是以粉色为主 这是三代也是现版本 加勒比小姐的局内模型 和前两代相比精致了很多 和二代比的话 三代更苗条一点 衣服也更红一些 裤子和鞋子更黑一点 其他地方区别不大 三代加勒比小姐的特效 变成了淡粉色 没有前两代那么粉白 三代的特效 有种富优化的感觉 不如前两代显眼 那么以上几个版本的加勒比小姐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版本的呢 上女的特效 想以一地的特效 现在磊子都没有礼装 可能会呈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